除了完水 吉貝還有樹木居 全台市貫的石戶 早期這個鮮明 搬運玄武岩還有珊瑚礁 在海邊堆砌石牆來捕魚喔 全省有500多個石戶裡面 我們澎湖就佔了400多個 我們吉貝才3.1平方公里 它就佔了88口石戶 所以石戶是一個 古時候人捕魚的一種智慧 而且非常的生態 不會像我們現在毒魚 電魚 炸魚 把這些大魚 小魚通通給炸死 它是把大魚抓起來吃 小魚呢 放在 等待在我們石戶裡面 讓它長大以後 才來吃我們的下一代 湧湧裡面也有這個魚可以吃 講到我們這個澎湖人的 傳統石戶捕魚法 已經有250多年了 另外在吉貝這裡 也有這個石戶展示館 來紀念這種人和自然的平衡 像是敲石頭的鐵敲 或者是背在背上的竹籃 我們吉貝的食物是一心一意 然後吉美的食物呢 是我們吉貝人幫他們建蓋的 所以他們是雙心 雙心的話現在年輕人 都比較會流行劈腿 所以應該是吉貝的話 應該比較好 因為吉貝人比較一心一意